大家好 今天我和Donalds就来到利物浦的唐人街 带大家看一下唐人街有些什么 今天是星期日 下午3点多 利物浦的唐人街在英国是第一条唐人街 历史最悠久的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它是第一条唐人街 因为根据我女儿刚刚读到奴隶史 就是因为利物浦从前是最大的奴隶港 所以很多奴隶来到这里 尤其是在中国 卖猪仔 就来到这里建第一条唐人街 大家都差不多 也没说得那么惨是奴隶街 因为利物浦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港口 所以当时很多中国的货物来到英国 都是在利物浦先停港 当然有很多华人来这做生意 所以就会建了一条唐人街 就不是奴隶 奴隶没有钱建唐人街 就是做生意的人来到这里成立唐人街 应该两样都有的 因为我也记得看过电影 记得当时成龙日本那条东京新宿事片 记得都是因为卖猪仔 或者中国人都是在外奋斗市 第一件事我们很简单 就是中国人去到海外第一件事起什么 酒楼 餐馆 是啦 那我们现在就走进这条第一条英都的唐人街 China's Town 看看有什么看 好啦 马上走进去 来啦 好啦 现在看到画面就应该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排面 写着三个字 中国城 就是China Town 或者China City 就是不是香港尖沙堆的中国城 但是其实你看看两边都是一些英式的建筑 但是衬妥了一些叫红泥砖 就是中国的颜色 整个China Town 都是这里的特色来的 但是大家看到了 这里应该是最多中文字的招牌的一个地方 大部分都是食市来的 可以看一下 但是今天就 因为China Town很多食市都是下午晚点才开 因为这里尼莫高跟着L1 很多那些鬼佬来吃晚餐 喝完酒 很流行来这里吃东西的 所以下午看到很多店铺都没有开门 不是收拾了一盒 他们现在上午三点钟还没开门 对了 另外你看到旁边这一边 看到那个绿色有中国特色的一个 亚仔的 那叫什么? 馮 我突然间不懂得说 对了 叫福祉也是 很有中国特色 就是一些 Association 那些什么中国组织 接着又看到一些什么会计司流 对了 另外这里我看到一间叫做 四一的总会 应该都是四川人的同乡会之旅的 四一嘛 一就是熟国 巴蜀 刚刚我们也听到门口 刚才有些乡里街坊在说话 对了 那前面我们又看到一间叫海宴同乡会 然后这里真的有很多同乡会 不知什么时候有一个香港同乡会 会不会在这才出现 对了 好了 那带过了几段 海宴同乡会之后就有一些饭店 继续都是 那我们除了 还有左边 那我们可以 影近一点看到 在China Town里面 那些街名 如果大家看到 这边那条都有中文字街名的 居附是街 例如我们在转一点看到 传统就会有英文认为中文 在唐人街的area附近 全部街名都会有中文街名 这个是我来到的时候都觉得挺有趣的 那跟着 再前一点就继续有Jumbo City Jumbo City真保留 这间就是仍然做得不错的酒楼 那至于味道如何呢 大家来试试吃哪个 保留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那我们经常做鬼佬餐 是鬼佬的糖餐来的 那其实呢 我自己就没来试过 唐人街任何一间的中国菜 我们都没试过的 好老实 所以呢 真的要讲一讲一下 味道好不好呢 就是为什么 因为呢 其实我是曾经在 曾保留的老板旗下的 呃 呃 公司 另一间公司的员工 打工 所以我就知道 是这样 那大家如果可以来 来试试吧 我没试过我自己就 因为我老板说 哎呦都是鬼佬吃的 不是不是唐人吃的 我自己就说 是 好了 那来到这里啦 我们又见到有一间 The Batry 那就会是 已经是一间英式的咖啡店了 那 但是在唐人街呢 相信呢 都是由中国人背景的 的朋友 去开的 那再前一点 我们又见到真正的Chana City 真正的中国城了 那也是K房啦 KTV加吃饭 那不要乱想东西 那这里呢 就没有那些东西的 这里是唐人街就没有 尖沙咀的中国城 那这里是纯粹吃饭唱K的 不是 尖沙咀的中国城我都没去过 你去过 不是我都没去过 但是我想想大家听闻有些什么的 是 接着有新都城大洲啦 那其实我们 唐人街呢 我们再走前到 来到这里已经去了三分二日 我都敢说 那呢 其实就 都破短的 我都 我都敢断言 在我们拍片之前 我都跟Tommy说 其实呢 利物浦的唐人街呢 应该是短过尖沙咀的阿士尼道的 是 那再走下去 其实呢 都有一间中超的中华行 那其实利物浦呢 就大概可以有两间的 就是比较大的 就是中超 一个中华行啦 另一个就是永兴隆啦 那是啦 那如果离开唐人街 你直落 那我们或者走下去啦 是 放大一点就看到了 其实呢 我们看到一间中华行 就是中超啦 那其中一间 就是 都很出名 就是利物浦很出名的超市啦 那我们可以一路走下去 那 去到超市门口 那就 是啊 我们走到中华行啦 那应该是 算是和唐人街最尽头啦 那个位啦 那呢 其实呢 因为唐人街旁边 都还有很多住宅的 你看到这里 周围的环境也是啦 有公园啦 有小朋友走啦 而呢 镜头的 旁边呢 也都见到 利物浦大教堂的蹤影 那其实呢 因为市中心啦 就在利物浦大教堂的附近 在旁边而已 其实唐人街 所以 我们 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 我们都会拍到利物浦大教堂啦 因为信道其实都 很宏伟很漂亮的建筑来的 在英国也算是 那 刚巧 我们 这个季节呢 櫻花性的季节 英国呢 其实都有很多櫻花的 不只是日本有的 那 就是这样啦 我家里都有啊 我家里花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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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威风点啦 你家里也有 不是上手 业主仲值留下 我不是威风 不过 老实的 这个也是令我自己 有些惊喜的 就是 其实在利物浦 周围 各大街小巷 都有很多櫻花 在这一段 尤其是我自己 家里住那边 行车路 全条两边都是櫻花 那当然啦 大家知道櫻花开的时间 就很短啦 那所以 很长的时间 都是有一些凋零的感觉 那但是一开的时候 就很漂亮了 就像现在这样啦 那跟着我们再前些 在 在唐人街 走到中华行的对出 就是一些大学生 或者咖啡的区域 那这个小弟 都经常在那里喝咖啡 那你就会是 你是大学生吗 我不是大学生 我是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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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 你也不在这里出现 是啊 是啊 所以 如果有兴趣 想扮一下文青 也可以搜索一下 前面的区域 这个区域 就是出名的浮点 就叫做Biotic Triangle 如果有兴趣 我们下次又和大家走个圈 可以 因为今天 我们主力 都是打算拍唐人街 那我们再看到 旁边这些就是全民居 那这些就是L1 L2 L3 总之市中心区域的 一些高楼格的地段 虽然别看它的并房 但是在市中心 都很耐历史的 这个地段 所以 这里的人都相对富有 大概的环境就是这样 那前面还有一些建筑 就是一些大学生宿舍 以我所知道 一些宿舍 一些宿舍 所以这里为什么会是大学生的文青区 因为本身的宿舍就在 那 那我们就走到超市中华航门口 大家都大概知道 那我们走过整条的唐人街 其实都是三四分钟而已 再走到中华航 其实中华航已经不属于唐人街了 唐人街以外 不过超市就近着唐人街 走多三四分钟 就去到门口 那超市我们就不进了 超市进去真的要干嘛 对了 超市就不进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走到这里 整条唐人街 其实我们都是走到 走到中华航 都是大概八分钟左右 刚才看到那条片多长 就是街多长 是的 真的很短 如果你想来利物浦 就可以了解一下 一定会来过这条唐人街 因为你最后都会来超市中华买东西 是的 给大家知道多些利物浦的一些画面 一些社会行有需要看的地方 因为没理由去任何一个外国的城市 尤其是英国的城市 不去唐人街 是的 没错了 下次再跟大家讲一讲 利物浦有什么特色 再走到其他地方 拜拜